然后呢这个还可以不要呢 这个我们 这样配了配完以后了我们教主我们都知道 这样的实际环境中肯定有大量的NAT的存在是吧 是这个问题我们是不可避免的 对吧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教主来看来探讨一下这个 当有NAT串业的事 这一块呢是个我们应该是怎么怎么去做 这个教主应该 这个前期 搞过很多就是配备篇的时候 尤其像我们3D 你也要上 你曾经做过各种VPN对吧 然后我们我们也曾经是从DM iVset全部都做过对吧 现在转到那个 这个叫什么 SD1了是吧 是的吧叫什么我记得 对对对就是 就是我们公司的VPN很乱 以前用电VPN比较多 现在呢基本上你都切到SD1上来了 SD1更简单一点功能也更加智能一些 对对所以以前在配那个 Ibsec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知道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 因为各大 我们每个地方的音音商 这个到底有没有 这个过程中有没有NAT 其实这个不太好说 对吧 然后呢你在配这个 Ibsec的时候呢 我们 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觉得 很容易搞混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这个就是 网关设备自身配置NAT 然后你用网关设备跟队段来建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就不属于NAT的创业 什么叫创业 肯定是经过的 对吧 你自身自己发起的 这个就不叫创业 这个上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讲 应该讲方文昌使用 先说过这个问题 讲NAT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应该我们要做叫LAT的后面 或者是NAT的 这个LAT的旁路 对吧 就说 你的公司 这个内网的用户你应该正常 要上的 那你当你到达 这个边界出口的时候 那这个点 他应该是如果你没有配置 这个LAT后面的时候 那他就 会把它送进隧道里面去 对吧 那这时候呢你就发现你不能上 所以这个时间要把我们这些流量 去做后面 那就做后面了 所以后面要旁路掉 然后我们现在给你讲的是创业 我觉得这个创业呢 我这边设置了两个场景 第一个就是你的 这个边界社会配 比如你边界社会是个罗约器 当你做IPSET的时候是你的里面的这个内部的方法 和对方的这个方法前来配 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必然是有创业的 你因为你要 要到达 要到达他的这个你要经过你的这个边界罗约器 对吧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你的比如中间的设 你印刷比如说你一个穿印刷的 印象的设备呢 比如他有 他配的原理器的这种 比如中间设备他原理器 这个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 默认情况下呢 很多 这个厂商呢都可能会默认给你开启 这个解析方案 就是这个赖的干涕或者叫做 这个赖的创业 跟他每个产家不一样 但是华业里面是有叫赖的干涕 那实际上就是一种赖的创业 赖的创业呢 实际上可以 以那个rk为 rk为为例 他实际上把这个 这个六个消息的地方都用 比如一二两个消息 他一般都会看 你是否支持这个 这个赖的干涕的功能 他比如他也fc的 他也各大标准的 你看你这个能不能支持 比如这边 我说我能支持三个标准 你说你这边能支持一个标准 这个咱们就写上成了一个标准就行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三四两个消息的时候 你要看你是否 经过了这个NAT 那叫什么赖的干涕 实际上就是这种哈系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我把你 这个 发送之前我做了哈系 说到以后我们再做个哈系 如果这两个哈系只是相同 那你不用讲 你肯定是没有经过传业的 当你的这个哈一直不相同的时候 当然我们分为原和目的对吧 但这个 就判定你到底是 这个经过了什么原NAT 还经过了这个目的NAT 是吧 所以这时候你 如果你存在那个干涕 但是我们的这个哈系就算的不一致的时候 那这个说明你存在的 这个NAT干涕 对吧 存在的这个NAT串业 NAT串业的这个就是我们解决方案 就是需要 对吧 解决方案就需要你去 使用 增加 UTP的头部 对吧 45000 增加这个 UTP头部 所以说这一块 我们可能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的 协议 比如你 AH也好 或者ESCP也好 单机到有NAT的时候 他们是否能够支持 对吧 这个我们在前面 讲分装的 给大家分享 分装协议的时候 实际上给大家讲 比如AH AH他只能支持什么 AH他只能支持的 就是我们的认证 他的认证是对整个头部 这时候你当你经过NAT的时刻 你以前你说你经过NAT以后 你的地址 必然会给发展改变 你发展改变以后你算出来 所谓这些H 肯定必然不想 所以我们以前讲说 使用AH的时候 当使用AH 遇到NAT的时候就必死 是吧 就根本通不了 所以你也不要去跟他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ESP ESP 他可以支持你的认证 也可以支持你的加密 对吧 他认证不是说对你的整个头部 是吧 他一般都是针对的是你的 ESP分装以后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 要知道的是什么 就说我们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 传说模式 一个是 虚担模式 对吧 实际上 默认情况下 你如果是一个传说模式的时候 你又有个其他问题 就是你的 这个 里面的载荷 就IP的负载 IP的负载当中 比如说你这个TCP的 或者一个UDP的 TTP和UDP 肯定需要有什么CHECK SAM值 他需要算这个CHECK SAM值 对吧 你的端口肯定也会去进行改变 对吧 NAT 你肯定要转IP地址 转端口 比如说你做个NAPT 对吧 或者做一个什么叫PAT 就懂 那你这几个你就会遇到 这个TTP的交验盒 或者是 UDP的交验盒是失败的 所以所以这几个 EAP的 传说模式 那也不行 对吧 所以现在有个隧道模式 隧道模式 它实际上默认情况下 实际上可以针对于地址状况 没有问题 因为ESP它是一个 GIP的协议 它只能转地址 它绝对不能转端口 对吧 你告诉那个端口 它怎么转 所以这个才需要 去增加一个 UDP的投资 UDP的不论 它是可以转端口 是吧 所以是这么一个回事 所以这样 我们 赖来干替的这个方案 实际上就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 解决了 说到我做 我就可以 既转换地址 又转换端口 对吧 现在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为什么需要去增加 对吧 我们 这个在线的 我们可以去 自己思考一下 对吧 当然这里面 可能大家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你这个放策略的问题 是吧 就放策略问题 所以放策略这个 你需要考虑的就是 对吧 当你有uniti创业的时候 对吧 你这是还需要 要放ESB协议 对吧 肯定就不需要了 因为你的ESB已经 这个前面已经分装了 UDP 对吧 你是不需要去查 ESB 所以我们 放 安斯康普和 你这个来的干 T也可以 对吧 那一正常发起 比如说你是一个 我 看500 UDP500 那他看 T4500 这没问题 对端器收到的时候 他应该 他应该做了 经过NAT以后 这个地址应该 这个端口 肯定发生了变化 所以你就端口 到底转换成多少 这个你没法固定 所以就是 这块 可能建议你比如说 你的收到的是 你的语言应该 比如说端口 0到6535 因为你也不确定 对吧 是这么一回事 包括S 看我的也好 包括NAT的 T的也好 对吧 所以这就是 NAT的 T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概念 基本上的概念 当然教授 可能在 这个这方面的 这个包括他的这个 实验也好 或者实操也好 可能 建的比较多 我们教授看看 在NAT 创业的地方 需要 各位效果们 还是要注意些什么 还是 哪些东西 给大家效果分享一下 教授 你有什么 其他的分享 好 我说两句吧 好吧 那个 首先呢 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说 这个 因为你做 VPN的设备 往往 位于边界 那么在 所以说呢 在VPN设备上 可能既配VPN 也配LAT 这个LAT 会对VPN有影响 那么一般 什么情况有影响啊 比如说 无隧道的VPN 无隧道的VPN 往往会有影响 有隧道的呢 可能没有多大个事 啊 防火墙里 考虑一下 反正基本上 有隧道的 应该问题不大 无隧道的 你要是一考虑一下 是不是应该 做一个策略 来把这个VPN流量 给旁路掉 不要背LAT 因为默认情况下 应该都是要背LAT 的 因为你边界设备嘛 对吧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把那个VPN流量 给旁路掉 这是一个 注意啊 就是 既做VPN 又做LAT 那么你 如果说 又是无隧道VPN 那这个时候 你应该考虑一下 是不是会有影响 然后是不是 给它旁路一下 中间设备 有LAT 就是说 那么在你两个 VPN设备 中间在跨越互联网 的时候有LAT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现在应该呢 是自动就能帮你 把LAT T给起来 来穿越这个 中间的LAT 那么 这个LAT T也很神奇啊 首先呢 什么时候会有LAT T呢 首先你要支持 应该没问题 现在应该都支持 然后呢 是不是真有LAT 这第二个 既要支持 又有LAT 就说 你就算是支持 但是没有LAT 其实也不会用LAT T的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有 这个 AH就别提了 就肯定是过不了 然后呢 这个 对 那个 ESP的这个 传输 是也过不了 那是TCP降养盒的问题 对 UDGTC降养盒的问题 然后呢 就是只有能够过的 就是ESP的隧道模式 当然用的比较多的呢 也是ESP的隧道模式 对 那个 其他的也就 也就还好吧 我觉得其他就还好 就是 我觉得 重点就是说 到底那个LAT 是在哪 是在边界设备上 还是中 当然 都可以存在 就是说 这个LAT 它既存在这个 你的Pay的边界设备上面去 它会对着影响 然后LAT呢 在这个两个设备中间 有LAT 它也会对着影响 反正都有可能 都要考虑 这两个东西呢 解决方案是不一样的 一个呢 是通过Pays来 旁入掉这个VPN流量 一个呢 是启用LAT的穿越技术 来穿越中间LAT 这两个事呢 虽然说都是LAT 但是两个事呢 解决方法呢 和引发问题的 这个情况呢 都不太一样 差不多吧 就在写吧 LAT的问题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咱们干得了的那个 就是你的这个穿越 就是比如硬商这个人 你肯定是摸着情况下 现在基本上都会开启 但是华为比较 现在好一点 以前那个一个版本 就是你 最早你上了一个版本里面 就比较神奇 就神奇在什么 这个图形化是开启 命令环 命令好像是不开启 特别神奇 现在还可以V1的应该都也都是开启 还可以V2也是开启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小伙伴们一定要考虑到的问题 就是你是否有创业 刚才还是叫做提醒他 那个就是说你的边界 如果你的IPsec VPN你配了 你配了NAT 也配了IPsec 那这时候你要考虑 全面讲的就是盘路问题 就是你这个就不叫传业了 是你自身对吧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 就叫传业的问题 传业问题就是你IPsec发起以后 你得经过这个设备有NAT 应该是这么讲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先分享到这个地方 然后 NAT聊完以后了 更多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正常的IPsec都可以通了 对吧 你记得NAT的问题也能解决了 关键问题就要考虑到 我们自身的这种高可抗性的问题 对吧 IPsec的自己本身会不会发生故障 对吧 比如说你的链路发生故障 你的链路发生故障 对吧 或者你的设备发生故障 实际上我这里给大家讲的 就是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链路发生故障以后 应该怎么处理 第二个就是 你设备发生故障怎么处理 这个链路就第一种情况 像这种比如单链路发生故障 那你这个没办法 这肯定是不通 但是你要即使能发现问题 是吧 就是说其实发生故障 需要我这里写的一个单链路 有问题 就主要给大家两个发现问题 发生问题主要给大家分享的 一个是 这个dbd叫dbd 对吧 这个就是什么 就死亡对等体检测 叫data peer的detection 对吧 就是死亡对等体检测 就说你对端 这个 蓝色的隧道是否存在 是吧 还是说我的存活 你得通过dbd去去发现 是吧 这样你可以几早地发现你的问题 你减少你的业务的终端 所以这个里面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轮循模式 实际上周期性放松 实际上周期性放松 第二个就是叫流量 叫流量触发模式 这个就是在 空闲的 就比如说你的隧道空闲的时间太长 就说那这时候我比较进行 进行探测 对吧 这种级别 当然我们可能比较推荐 我说 一样能够快速的 那肯定要是用轮循周期性的方式 虽然可能消化一点能量 可能消化一点性能 但是这种方式肯定比你流量出发式的要好 流量出发式的可能比较省一点性能 省一点你的你的 找发性能而已 但是我们更多的机会 推荐 使用周期性比方向华莱的考试 他在如果减少你的 业务的中断的时候 实际上可能用的就是你的 这个dbd的周期性的方式 这个比较认可 待了我们早期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使用 Keepalive的机制 Qlive呢 他有个问题就是各大产商不一致 发送哈罗干 ACG的包裹的时候 他这个完全不一致 每个产家都不一样 是吧 那你怎么做 是不是也没法做 是不是 所以说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Keepalive 其实他实际上还是比较消耗性的 还是比较消耗性的 所以说现在大量的 可能都不再使用 这个可以吧 我不知道斯科在外用使用 这个叫就在问教组 在外长教组去说 这个斯科现在目前用的是dbd 是这个Keepalive 然后呢 就是你的单链路呢 通过这个检测 你就知道 我这个IPSL隧道到底存活还是不存 是吧 那我们更多的方式呢 比如说你这个技巧链路确实是大 对吧 但是你再怎么发现 再怎么找发现你的隧道发生故障 他还是会有流量的中断 那我们怎么还能实现他没有流量的 这个中断呢 比如说你这个 我们这个叫什么72字导致不动 对吧 那怎么做得到呢 但实际上可以做 就多链路 你比如说你一条链路肯定不靠 对吧 就像好多技术费一样了 你交换机里面一条不行 多点 做一贴的创 对吧 斯科叫 破的枪 对吧 一个道理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 你的链路的容易 总一当然这个华语里面搞出的华语比较多 我觉得好像斯科还没有这么多 他就是什么呢 给他做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主背的 主背模式 就是说一个做主一个做背 就背了实际上时刻准备的 人主大了以后就主的链路 主的链路大了以后背抵下去 所以他有两种方式 就什么意思 就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一种 比如说你的总部是个两条线 分布是一条线的 总部有两条线 分布也有两条线 其实2比2模式是最容易的 我就是分别一条线对一条线就好 对吧 ISB1对ISB1 ISB1对ISB1 这件事情搞定了 ISB1主者 ISB1备份就行 是吧 当然这个时候他的缺点就非常存在了 因为你当你进行随道进行切换的时候 那你还是需要写上 IPSC和IPSC 这个无论你速度多快 你肯定还是会有丢拨 对吧 所以华为在这两个模式呢 觉得这两个是他始终都会丢拨 所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所谓叫隧道化 叫tunnel的方式 实际上这人就给你起了个tunnel 说你你这两条链路呢 我们给你做一个 我再增加一个tunnel 对吧 从隧道走 所以他的这个东西就有就有几个问题了 这个首先这个隧道这个地区要是个公网地区 并且要可能到这个公网地区 这第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 就是我用隧道的地区跟对单量进行IPSC 那只要我说隧道不大 那这个肯定是不会有流量的 就是你的物理电路任意淡掉一条 没有关系 你的物理电路隧便的 单量任何一点 但两条弹都没有用 当然如果任意淡掉一条没有关系 隧道是不会搭的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在于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两条链路是不同的运营商 对吧 我中国电信中国积动 然后你的这个隧道地是中国积动 对吧 在中国特色的肯定是这么 多出口的这个运营商肯定是这么设计 那不会说我都用三条电信 对端我也有电信 那这个没话讲 可能你都是同应商的 你不会有这个问题 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跨应商来说 你能不能到这个市道地址 我觉得是也是个问题 这也是我经常在上课给我们的华为 学生讲 华为这个体穿设计思路是非常好 我建一个通路的接口 我通的结果跟对单来建IPSC 对吧 这时候只要我通的结果不大就行 当然你要考虑到我们实际的一个 这个应商的一个环境 就或者说我们每个 城市的应商的这个环境 对吧 所以这个想法是好 但是其实落地起来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随着你这个你用阻碑的方式 你必然会有流量的就去 只是多少问题 就是你建立起这个IPSC的时候 就是你建IPSC和IPSC的时候 这个肯定都需要有时间 所以链路是保证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设备的情况下 那你设备大 不是这时候不是你链路大 这是你设备大 没事干你不是没事干 就是天天有不色分影 人有荡气祸福 他他都挂了你怎么办 对吧 那这时候你不能这么好 所以这个我们要结合什么 前面我们讲的双击二倍 就是这个4个里面的HA 对吧 这个东西 是吧 那这时候你的设备大一个没关系 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 是吧 因为这时候你双击二倍就会进行切换了 所以这里呢 一小伙伴提供两个思路 第一个就是双击大SP 就是你的链路很立条 但你的双击呢是两个 就是你就是你的设备大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缺点是什么 你的链路大一定要出不去 对吧 所以最靠谱的方案实际上在 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个双击双SP 所以说你还是得要有多台设备 多条例目 是吧 那这个就是工作量比较复杂一点 对吧 你就原来是干 这个一的一乘一的工作量 我之前配一个对当配一个 现在我们可能是多个链路了 多个链路 毕竟针对于多个分支机构 比如说我们有123是吧 那这个你的配置量就稍微就大一点 是吧 你也可以甚至为叫点到多点点到多点的 点到多点的这个 在这个东西就是比较靠谱一点 只是稍微复杂一点 这也是现在这个华为的考试 为重点考的 因为这个东西配置那么大 而且这个涉及到的知识点也多 所以说这个是必考 就是考试必备是吧 你无论你是做实验也好 或者在现在的华为的论书里面 这都是存在的 就是你必须得写 因为写这种方案大量消耗时间 一个小时可能不一定能把这方案写出来 如果你在贴签命令进去 那这个实货量巨大 所以我们好多人在 考双机双SB的是个翻车 就是明明考试量都是能过的 最后变成不过的原因就是 基本功不是特别扎实 虽然我们也提供了法文 但是他对法文的理解还是不够 就这一块还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应该是整个IBCC 应该你们应该最靠谱的一个高科学性的解决方案了 当然还有其他没有写 对吧华为还有其他 你不知道什么 什么急醒的智能的等等 这个我都没有去写 因为我觉得那些还算是比较冷门一点的吧 或者说不是特别热的 然后我们这个看看教终对IBCC高科文这块 这个其他的友商 斯科也好或者说菲达 Polo2他们包括AWS这些 对这个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更优秀的一些解决方案 给大家去分享分享 我那就我说两句是吧 是这样的 就是说其实高科学性这块呢 应该算是微拼的一些问题吧 以前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完全拿网络设备 传统的网络设备来想 那么链路档了 我们应该尽快的发现它 然后就有DPD KPolive这些问题 那么链路档了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有备份 所以说呢 有这个链路备份问题 这是组备 然后呢 备份呢 可能效果又不太好 那么有链路和设备的浪费 所以说呢 又考虑了高可用 这个双击的 双击的这个 双活的这么一种设计 对吧 但是呢 不管怎么地啊 都是 都会 就是为什么现在说 会说要有SD1 我再说一下 IPsec这个技术呢 不是说 被淘汰 谈不上啊 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 远程波尔这块 基本上是SVPN为主 IPsec这个技术呢 用于站点到站点 没有问题 这个意思就是 没有可以替代的 那么就算是SD1 SD1也是IPsec 注意SD1也是IPsec SD1并没有一种新的协议 IPsec还是IPsec 只是说呢 它是更加智能的IPsec 那么传统的IPsec呢 几个问题呢 就是你看 这就是一个 那么就是 首先配置占很大 然后呢 接口有很多 首先配置就非常混乱 对吧 就这个设计啊 配置啊 就设计就非常非常混乱 然后呢 然后呢 就算是你用组备 肯定不太靠谱嘛 对吧 组备应该是 组备肯定有可能性 如果说用高可用性的话 高可用性的话 我们怎么来分担流量呢 用路由技术来分担流量 路由技术 纯路由技术 对吧 我们应该是用纯路由技术来分担流量 比如说OSPF啊 或者BGP啊 那些纯路由技术来分担流量 那么这个也不靠谱 路由技术 根本就不是做负轻轻轻轻的东西 是吧 所以呢 他这个也不靠谱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更加智能的 首先 首先呢 我们不要 首先我们不要这么困难配的 这配置太多了 又设计这个那个的特别困难 能不能够智能的帮我们动态配置 在SG1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轻松的快速的来帮我们做配置 就是不再聊什么几比几啊 什么双击啊几击的 这不重要 SG1的意思就是说你练路越多越好 你最好你有三个运营商 然后呢 再来一个M7S 然后再来一个5G网络 那你爱多少个多少个 那这不重要 反正我们自动会帮你配 你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你练路越多越好 随便多少个都无所谓 最多就可以 我们自动帮你配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在负轻轻轻这一块呢 他能够实现更加智能的负轻轻轻 就是说呢 能够基于带宽的利用率啊 延时啊 抖动啊 就是他能够自动的来进行选路 来选择一个更加优化的 就是基于质量 这个电路 就是基于电路质量来选 对吧 是这个意思 对 基于电路质量来选择 还有一个呢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 其实VPN 咱们在座VPN的时候都不谈那个问题 其实这个技术呢 大家都不怎么谈 就是QS QS这个技术呢 出来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 其实呢 也就是说说 也就是讲讲 其实也没有太多人用 至少没有很整体的用过 虽然说 可能QS呢 做点带这个接口的 这个shipping啊 或者对一些 这个流量比较大的 做一些限速啊 这个行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 在SD技术出来之前 其实QS呢 都只是一个小技术 一个吹起来很牛逼 但是基本上 也没有怎么用的 这么一个技术 因为在全网 不管是在整个内网 和整个广域网 其实呢 QS呢 也都没有怎么用过 对吧 那么现在呢 就是有了这个SD技术之后呢 就能够有效的在 内部网络 原区网络和 广域啊 就是算是VPN 然后呢 自动帮我们做 比如说就能够实现 它能够支持应用识别 然后呢 基于应用 然后呢 它首先 你能够识别应用 然后呢 它能够实时的去判断 这个链路的 这个当前的状态 就是它的带宽啊 延时啊 抖动这些状态 然后呢 通过你的策略来动态的选择一个适当的一个链路 这应该是这个更加智能的来帮你应用来做QS 甚至呢 它能够更好的能够利用那种 一般来说 我们经常说的那个 VPN我们都说链路 对吧 我们都说链路的连均衡 但是其实链路也分两种 你要知道 有些链路是上行快 下行慢 有些是下行快 上行慢 对吧 有存在这种链路 那么 SD1才能够动态的 能够识别上下行呢 就是它会动态的区分上下行 就是上下行都监控 然后呢甚至可以故意的能够让一个流量 从这个链路上行过去 然后从另外一个链路下行过来 这也应该是它的另外一些高级功能 好吧 IPsec还是那个IPsec 只是说呢 SD1呢会更加智能一些 好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我讲的 比如说我思科也讲了 Vanway也会讲了 然后最近在做跑老头 正在做 应该是下个月应该就会出来 就是SD1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对对对 这个我发现我刚才问你 就是你刚才讲一个SD1的里面 比如说 这些配置 就是说你才那个结合越多 它的配置内 这个它是有模板的吧 就是说它自己在内部已经做了模板 去给它自动生成的 他就说我们需要 人工去填一些什么东西 叫做这个给小伙伴分享一下 是这么回事 这个不能这么说 因为SD1是一个私有技术 又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那以前呢 就是你就聊的是公有技术 你聊在那个词吧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公有技术 是不是大家都一样不一样 每个厂商呢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事呢 就不能这么说 比如说呢 像思科 那就是有模板 然后呢 你可以套模板 你多一个接口 你套个模板就可以 像其他的厂商 比如说像Vanwell这个呢 就不存在什么模板 不模板的 你把这个接口激活起来 把来的例子一配了 然后呢 你说它是一个网络网 然后呢 就行了 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去发现 自动去 它因为它 它是SD就是什么 它知道这个Hub在这么地方 它会自动去尝试 跟Hub的所有的那些点 来建立一个 FullMesh的这种隧道 就是全自动 反正这个参数 你也不用管 它自己去协商 这是意思 对吧 对 这个根本不存在什么 什么协议参数的协商啊 然后呢 不要的分 全部都是自动化的 就是不存在了 你基本上 像Vanwell那个 是比较 它其实领导者向线 它其实就是简单应用 基本上把接口配完 IP地址 把网络能做通 然后呢 把它指派成广域网 然后基本上 就差不多了 当然路由还是 路由还是挺复杂的 路由还是挺复杂的 特别是这个SD1 跟传统网络混合的情况下 路由还是挺复杂的 这还是真的 啊 那主要的复杂 就是用动态格写 EBGP 近代路由 应该是搞不定的吧 对对 顺便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以前其实我 比较讨厌 BGP了 我觉得 P这玩意儿 可能你学的这个技术吧 可能这一辈子 你也用不上 这两年 真不是这个概念啊 这两年 BGP可留了啊 你可以这么认为 BGP是我们网工 所学的一个能够长距离 传输信息的一个协议 你这么理解啊 就是可以 不像其他网络协议啊 网络协议都是 那种 BGP要进行下来 BGP要进行下来 BGP是一个能够长距离 传输信息的一个协议 对 因为它 它在很多地方能够用到 而且呢 而且BGP的路由控制能力 也是非常非常精细的 是所有网络协议里面 最精细的 对吧 这也没有理解 所以说呢 在SD-1里面 大量用到BGP 来做路由控制 传统的这些OSP 就都用得少 就大量的BGP 所以说BGP呢 现在 当然这个时代在变化 我的思想也在变化 BGP反而觉得 可以好好学学 真的 这个事 BGP它是一个 它有TLV属性 OSP里面有TLV属性 所以你教育 刚才讲的那个 什么SD-1 它需要有个 肯定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扩展 所以那个BGP呢 它肯定就是非常非常实用了 它这个你可以随便 去增加一个TLV就可以了 并且BGP它有大量的这个选路选路原则 13条选路原则 各种四大属性 这个态度 所以说 可能我刚才 这个教育说的这个 我就知道 它应该 这个中央路由来协议复杂的 应该肯定选择 就是BGP 因为OSP 它没有复杂到那个地步 OSP 这种就MSA的问题 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 所以关注这个 BGP确实可以学一学 我觉得这两年用的 用的还特别多 前十年我恶补了一下 就是因为前十年 那个SD-1这个图 我设计的特别复杂 各种环路 这个BGP确实要好好学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还恶补了一下 好吧 是吧 行 所以高普大现场 除了传统的以外 其实教授刚刚也分享 这个SD-1的一些故事 大家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SD-1 OK 好 然后今天我们聊最后一个话题 高科音也完了 剩下就是什么 剩下就是OA系列了 当然OA系列里面每个 什么加义也好 什么DM也好 或者DS也好 或者L2TP也好 我们下面都有 下一讲都要聊这个话题 都会聊这几个WIPP 然后我们的重点可能就是SSL 眼睛播放的老大 SSL 然后加义DS 以及L2TP 所以我们下一讲 在聊这个WIPP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去讲一个大面 大面 就说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加义OA系列 说出了我的个人的意见 就说A系列 我前面给大家讲 他不实际上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隧道 级WIPP 刚才前面教育提到的QS 其实QS也好 或者主播也好 你比如说你在LiveSec上面 你去跑一个OSPF 还是相当比较困难 就是你没有隧道的情况下 你就跑个OSPF 你根本跑不了 对吧 所以你要配个QS 你也配不上 所以你要想实施这些功能 比如说什么 主播的 QS的 这时候你可以去结合 用什么 加一 对吧 加一 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隧道级WIPP 有Tone of the sauce Tone of the destination 是不是 当然它的确定就是一个点到点 比如说你只有两个站点 那也没问题 一个点到一个点 这可以做 当然有人讲 我要多个点怎么办 多个点没问题 你可以用电5WIPP 4个叫电5 华为叫DS 其实上就是一字字叉 内容相同 该有什么 还有什么 就名字不一样 是吧 它叫smart 然后这个你如果是点到多点 你可以完全使用 这个DM 这个OVIPPF就好了 是不是 这个问题也能记 也能得到机器 就是你点到点的 点到多点的 你这个想想更多的支持 什么主播 QS的 当然我刚才讲 这个点到多点的问题 实际上AVIPPF自己本身也能解决 是不是 我们刚才几天聊的 比如说你双G双SP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点到多点 你只总共一个 你分布有很多个 是不是 这个也能做 是吧 比如刚才讲 你需要增加这些 偶外的这些功能的情况下 是吧 你应该怎么办 你只能干这件事情 是吧 然后LTPO AVIPPF LTP本身 它是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人 不好WIPP 当然我们现在 现在来说用的比较少 因为这些推出他 你去用 最早时候给人家分享过 其实公交车 可能有些公交公司 你在还得用LTP播放了 所以说LTP播放了 LTP能实际上 也可以结合我们前面的 AVIPPF我们讲 它可以实现 IKEV1的 演呈访问WIPP 是吧 因为你IKEV1 它没有 这个验证机制 对吧 所以它利用LTP里面的 PEP的认证机制 PEP两个协议 PAP和CCAP 对吧 一个是密码认证协议 一个是挑战握手 这个认证协议 对吧 所以说它利用的是什么 利用的是PEP 利用的是PEP里面的认证 PAP和CCAP 只要对远程的用户 否则我们就IKEV1 完全可以使用 这个叫什么 GAP的认证 对吧 它可以使用GAP认证 所以这几个实际都 在不同的一个条件之下 它需要一个OOR的系列 对吧 当然自己的每个WIPP 比如GRAE DM RZOOTP 下节目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就下一节 我们再聊一聊这些WIPP 包括GRAE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DM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LZOOTP的工作原理是 也可以给大家去 这个敞开来去聊一聊 今天我们最后呢 就给大家提一提 比如有这个OOR系列 是在什么一个背景之下 去产生的是吧 一个教育你看这一块 你这OOR 有什么还有什么想想普通的吗 我说一下吧 我说一下吧 首先呢 我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还有人关注GRAE OVERABS 现在还在讲这个玩吗 还在讲吗 我们要我们要讲 我们要提 我们要提 前天上一次这个小伙伴说 有好多都在用 首先 就有段时间 有个哥们在群里面发 说他要他帮我们比较 GREOVERABSIC IBSIC OVERGRE 不是我不知道 是真没有必要再学这个玩了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东西了 都SD1了 还在搞这个 还在比较这个 首先咱们不说SD1 就是现在呢 隧道呢 也不用GRE GRE就忘记它吧 为什么一定要还想这个GRE呢 GRE 这个不能说它没有用 可能有些发带转称器 在导流量的时候 还有点用 但是你 你微信 还 GRE就算了吧 就过去了 好吧 咱们日子都过去了 清朝就翻天了 好吧 就是不要再聊这个事情了 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GREOVERABSIC 你不用看这个文章啊 没有必要学 这个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了 那么 当然如果说呢 SD1算好呢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买一个产品 因为这个产品也挺贵的 如果说呢 你确实有很多站点 然后呢 也想做一些高可用性啊 然后呢 配置也简单 我觉得DMV片还是可以学一下 这个还可以 可以啊 这个就是说 确实你不用SD1 那么你的网络也比较简单 然后呢 这个你也有多站点 然后呢 有多电路 你DMV片呢 还可以学 这个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公司在起SD1之前呢 也是DMV片 只是后来呢 我的电路比较多 像杭州 有段时间我有三条电路 北京呢 我有两条电路 那么上海也有两条电路 那电路比较多 这个配起来有点费劲 我也不想弄那么复杂的东西 所以说呢 后来变成SD1 但是我觉得DMV片可以 有实用性 DSV片呢 当然华为这个 也有实用性 我觉得这个可以学学 这个可以有啊 这个可以学 好吧 今儿又算了吧 好吧 L2TP Overlap这个呢 这个还行 因为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微软 爱用这个玩意儿 微软 就是微软的个人电脑 它默认支持 L2TP Overlap 但是现在呢 它也支持这个IPv2了 我觉得这个理学学 还行 还行啊 而且呢 还有一个就是 二层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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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呢 这个 这个数据中心 有大量的二层微片 VX1 OTV啊 这些东西 但是呢 那不是贵吗 那更贵 对吧 那如果说呢 你想玩一些二层微片 L2TP V3 我觉得还可以学学 啊 甚至现在安全考试都还 淘汰掉一些 有PP PP 对吧 还有一些 那个 是吧 对 不不不 我说L2TP V3 这个二层微片 还可以用 就是 简单的说呢 能够 能够让这个 两个 比如北京和上海的 两个网口 感觉像是 一个交易机的 两个网口一样 一个二层微片 L2TP V3 能够实现二层微片 这个还可以 因为现在最新的 安全自在义的考试版本 都还考 这个还有点用 二层微片 有时候确实 二层微片 还有点用 啊 就跨站点的二层微片 啊 纯二层微片 L2TP V3 还可以 然后呢 L2TP V3 做远程拨号 也还行 也还能用 也还有人用 还可以 好吧 特别是那种 那些哥们不想买 什么SVP 然后呢 又想说 微软的个人电脑 有天生能够支持的 L2TP OVSEC 也还行 你还可以用 好吧 电微片 电微片还可以用 既然又算了吧 不要去想那个事情了 好吧 过去了 好吧 那么 然后那个微片 这个 四个好像有 还有些其他微片 比如get的微片 我们下一讲 顺便给消费关系告一下 下一讲 我觉得 那个 亥特 我们讲了一些 可能通用的 亥特 一些私有的 吧 讲过去 是个 get的微片 get的微片 不算私有 不算私有 get的微片 不算私有 get的微片是那个 GTY 不算私有技术吧 我们没讲 我们没有 这个 讲过get的微片 你不就是保护 MPS 是吧 get的微片 是保护 MPS 就是说 首先 这个GTY 是个公有 协议 不是私有 像 Juniper 这些 其实都支持 所以说 不算一个私有 给的微片 算不上私有 只是 思科 喜欢把这个 玩意儿 怎么都起个名字 那个 我讲说 这个名字 确实是 思科私有的 但是这个技术 本身不是私有的 是一个GTY 我还说 这个GTY 就这个 get的微片 我简单可以说 思科有个 get的微片 他大概 干嘛用的呢 是在一个 起一个什么时候呢 在一个广域网内 或者说 在一个全局 可路由的网络内部 来实现一个加密 那get的微片 的好处在于 首先呢 他的问题在于呢 他一定是全局可路由的 就是一定要在网络 都打通的情况下 不存在还要 不存在 他没有隧道 他是无隧道的 他不存在中间 就是 所以我讲 他是保护 MPS MPS 他不是前往打通了吗 就是他没有安全性 对对对 get的微片保护 MPS 就给他提供了这种场景 对 就是一个在可路由的环境下面 首先前提呢 就是全部都通的 他跟那个 我们的i7不一样 i7没有通之前 他是就是不通的 i7做完了之后呢 他才通 对吧 get的微片呢 就是一定要本来就是通的 前提是本来通的 我们 我们在get的微片 不会让你更通 不会让你更不通 就是 肯定是通的 全局可路由的环境下呢 我们来做加密 也就是说呢 他比如说 最经典就是MPS MPS 虽然说运营商说 怎么怎么 安全安全 那你也信他 对吧 那么 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层 安全的保护 这是一个 然后呢 get的微片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get的微片 能够完美的配合主播 完美的配合QS 对 内网 很好的配合主播 就是他能够加密主播 能够去加密 能够去很好的去兼容QS 这是他的优势 给主播呀 QS啊 这是他的好处 然后呢 能够在已有的 全网中的情况下呢 能够做一个有效的 这个加密 基本上呢 这就是我们的get的微片 的特点 好吧 这个不能叫做是私有接触 这个其实是是公有的 只是那个get的微片 那个那个名字吗 反正是个老缺心眼 基本上就这么起名字 叫私客的这个ikv2的 他也叫flag vpn 反正 ikv2它叫flag vpn 咱们叫ikv2 是吧 什么 我说那个ikv2 它叫flag vpn 对 它叫flag vpn 它果然不一样 是吧 实际上很多的 所以还是公有 它自己起的名字 是不是 行 那个教授你看 我们下一讲 给大家接着聊聊聊聊 聊到这些vpn 比如说什么 那个刚刚去聊的这些 我把get也加上了 我一开始 但是我没有发现 这个华为要讲get 再下期我再再看一看 下期我们去 下期我们继续聊vpn 重点SSR 然后剩下的其他vpn 都聊一聊 好吧 行 你看教授我今天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吗 没有了差不多 今天就这样 好吧 希望大家下周我们继续 好吧 下周四不见不散 ok 我们下播了 我们下周就会 下周've 走 之前